哈囉,各位親愛朋友,早上好,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呢,是2024年的7月4號,禮拜四 今天的話,有這個... 晨慧,晨月慧 欸!逢宜早,你今天怎麼那麼早 喔!天啊,我嚇到了 因為以往晨慧的時候,逢宜通常都剛剛好 今天特別早,好意外喔 真的嚇到,不錯 這樣的話呢,就不用在,每次開會前 在call逢宜的 常常剛好到的時候,都會被總型提醒要call一下 好,那今天的話呢,就是 有這個羽球社的這個社客啊,就是會打羽毛球 所以逢宜把他全身的家當 好,實際把羽毛球牌都把他帶過來了 好 逢宜的話,他的運動就跑步跟羽毛球 沒有其他的 可能也是有啊,只是沒有分享 是不是還有拳擊 好,那因為他今天要當知識神 所以他就 有比較早啦,知識神的話 還有很多一些事情要做 如果說開成會的話呢 好,就...就會... 來不及 好,郭董來了 郭董找,郭董找 我有看到你們的合照耶 那個宿舍好...好熱鬧喔 宿舍很熱鬧 我看到你們的合照宿舍很熱鬧 找得到 好啦,就這樣了,各位朋友 愉快,掰掰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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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